中央设计者有凯翔台北市四日店 虽然台北市下起暴雨 但市长柯文哲今天人赴大道成小旅行 先为旧城观光公车剪彩 接着前往踊跃市场参观 还换上一身吊带副古装 戴起绅士帽 拎着衣食包采接 话题十足 大道成地区曾是过去台北市的发展重镇 虽时代更迭荣幸一度不在 但因强烈文化底蕴 近年文创发展 以大道成甲海城隍庙为中心附近的店家又活了过来 不仅有吃又有玩 各式各样的艺文表演 座坛沙龙都在此举行 每到假日挤满游客 相当热闹 虽然下午下起暴雨 但柯文哲也在雨中复大道成小旅行 先是铁律时期旧城观光列车剪彩 随即聆听大道成地区发展简报 便前往踊跃布业市场参观 有趣的是 柯文哲换上蓝白格纹裤子 白色丽领衬衫 副骨吊带装 戴起绅士帽 憋上领结 拎着象征过去一时时用的衣食包 与民众一同采接 尽管大雨不停 但热情的民众仍抢着合影留念 话题性十足 柯文哲说 低化皆有茶叶 布业跟中药三样特色 以踊跃市场为例 就是将台湾传统布业融入创新元素 让传统与创新成为踊跃市场特色 柯文哲也强调 在徒布区事办完成后 大道成地区将会成为台北市城市博物馆的代表 一百零六万一千零十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